将来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医院已经爆了 以后这边就变成呼吸道门诊 只要有呼吸道症状的医院不收 全部用防疫巴士带过来 这边变成一个列战医院 否则接下去的量会太大 我们今天到木榨 木榨的动物园 主要是要来看将来车来树的替代的位置 叫做木榨机场的停车场 这是捷运公司 平日它是不开放的 然后里面有几千个停车位 非常的空旷 那如果是在里面的话 医护人也不会这么热 所以我们今天是来看车来树的第二个场域 我还在想说要不要设在顶楼呢 这边就不用搭东西了 那我车就在里面让他们在里面绕 我其实有想过两个 一个是在这里面设 一个是到顶楼设 这个顶楼有棚子 这个在做那个太阳冷板 对啊 就这样我们就可以 车子在这边车来树 我们也有棚架 危险也性很低 对它这边上来 下去 塞车就在下面绕 热来 夏天啊 这是一个选项就在这里 但是很热 然后电还没弄好 如果快的话可能就下面最快 这一层跟下一层 然后这一层让它这样绕 真的不行旁边的除车空间 其实是动线的问题啦 比如说在这边设站 因为这里还有厕所 还有什么 省掉那个热啦 楼上太热了 不至少这里的好处 就是它不用大路大的 对 而且快 立刻可以上手 然后就是你们 你们分局就是要 把动线拉出来 对然后外面怎么样 让它不要塞车 我昨天有天归 有像哦 对啊 决定公司没意见嘛 没意见 对 那我们就是 我们就 动物园就让它停在那边 这边就征用 就不动了 就是你们拿出你们平均的 收益的搬价 然后用征用的方式 这样政府就可以补一笔钱给你们 车来数就是让它快 对啦 它都已经开车了 还要近跟远哦 对啦 开车没有远的问题 对啊 所以这是首选啦 好 我觉得这个比楼上好了 然后你就弄几个点 当成班公休息什么的 才能见 指挥中心可以在一起 你要帮我算 出那个流量 他们可能有动线 但流量要你们算 外面 我里面多少车会溢出去 外面怎么算 这边可能要全部 像这样可以两车到吧 这边一线 那边一线嘛 所以两线嘛 两线 挂号 批架 检测 然后从那边出去 对啊 联姻应该没问题 现在就是 电 网路 洗手间 洗手间在一楼 就我需要你们帮我算出里面可以容留多少车在里面等候 人多了 测太多就让他先倒到四楼去倒 绕了之后再下来 这是可以的 最后外面堵多少就分局要去处理 两边沟通一下算一下 里面可以除车 大概一个小时除多少车 如果速度跟什么 因为还有这边的面积要算一下 将来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医院已经爆了 以后这边就会变成 呼吸道门诊 只要有呼吸道症状的 医院不收 全部用防疫巴士带过来 这边变成一个 别占医院 否则 接下去的量会太大 用一个可以马上立刻上行的话 大概木造机场是比较合适 然后木造机场又是位于南区 那边有外方医院 他们也愿意配合 然后但是还是要找厂商 可能要几天的时间 要看疫情的发展 需要跟速度 可能他再做调整